第一章 新的江湖 鱼龙帮在北梁只能算是个三流小帮会 刘老帮主的名气倒是不小 是内外兼修的权术高手 据说年轻时候 偶遇武当山一位辈分不低的仙长 传授了一部上乘内功心法 加上自身苦练三十年的家传开山炮锤 好些陆林好汉都死在老帮主权下 可惜老帮主性子执拗 生事最盛时碍于面子 低不下头去与官府老爷们打交道 受了诸多刁难 当时还未年迈的帮主 还能靠双全 以及帮内几位兄弟一同打天下 在帮派林立的北梁还算横着走 只不过随着老兄弟们挣够了银子 陆续金盆洗手 退饮江湖 一个个寒一弄孙一养天年 独木难称大局的刘老帮主 便逐渐捉襟见肘 这时候再想去与官老爷们打点关系 熟落熟落脸面 好分一些日进抖金的灰色银声 就是提着猪头都进不了庙门了 前十几二十年 那些个在鱼龙帮面前 只能说是小自辈的什么红虎门柳剑派 就因为孝敬银子给得足 加上愿意拉下脸皮 给官府做许多见不得光的活计 如今大多腰缠万贯 别说帮主门主 便是客卿们也都各个财大气粗 连在梁州 灵州这些寸土寸金的大城里 都有了丝窄 鱼龙帮总算后知后觉 勒紧裤腰带 低头哈腰求人收下孝敬钱 帮里一些原本几乎要被蚕食干净的门路 才略有起色 这趟出行目的地 是北蒙边境建南行台的刘夏城 帮着灵州城里一位老爹 是从四平武将的将门子弟 将一些从帝国江南到购买的绸缎胭脂等紧俏货物 送往北蒙那边转售 差价相当可观 不过这种营生可不是谁都敢做的 帝国与北蒙王朝 这会儿在边境上 每天不留下几百条鲜活性命 手上寻常的官碟录影 未必能安然走过关爱 不过既然那位王库 有个当十权将领的老爹 就无需担心 北梁这边沿途关爱会太过刁难 唯一担心的就是北蒙那边的游扣马匪 鱼龙帮咬牙接下这桩生意 虽说提心吊胆 做着刀口舔血的事 却只能拿到可怜兮兮的一分力 但蚊子肉在小野狮肉 况且能够与那位公子哥结下香火情 这比正道真金白银要更来的关键 去年鱼龙帮一位二帮主 亲传弟子 露见青龙帮少主 为非作歹 愤而出手 结果被人借着人多势众将四肢打残不说 鱼龙帮差点还被官府贴了封条 这便是有靠山和没有靠山的区别了 青龙帮少主那段时日 没事就摇着扇子到鱼龙帮 死缠烂打老帮主的孙女 让帮里上下都憋了一股子恶气 这趟给官府子弟办事 鱼龙帮不敢有丝毫怠慢 除了刘老帮 主要留在帮里 震慑那些机遇 鱼龙帮仅剩几块肥肉买卖的解小之徒 擅使双手剑的二帮主萧枪 原本已打算月中寻退隐 为此错过了良辰吉日 甚至连帮中不问江湖逝世多年的大客亲公孙杨 都与那把牛角大公一起重出江湖 与萧枪一同辅助 将来要接手鱼龙帮的刘妮容 祸不算太多 恰好装满一辆马车 若非是运往如毛引穴的北莽 就很有大公社麻雀的嫌疑了 临近边境 托福于帝国一路发达 鱼龙帮这段日子走得还算轻松 当头一马竟坐着一名窄袖锦衣的女子 腰悬一柄轻翘长剑 自容分明妩媚如祸水油雾 却自有一股不容侵犯的英气 约莫是他那双秋水长眸过于冷淡的缘故 相差半匹马的位置 萧枪侧马前驱 这位二帮主虽是双手剑 却并非腰上个悬一剑 而是一窍藏双剑 十分古怪诡异 萧枪的剑术也情理之中的十分偏锋独辣 剑下王魂没有一百号 也有七八十只 哪个江湖高手不是以他人性命和名声采出来的 而且许多老派江湖人 崇名甚于重命 江湖讲究的是 十世仇有可报 萧将这些年 每年被寻到鱼龙帮门口的仇家 是越来越多 可见鱼龙帮实在是示威的厉害 这趟出行北马是关于龙帮未来几年的布局 未必不会有心眼活络的仇家趁机出手 锐气勃发的女子伸手遮了遮扑面而来的风沙 跳望了一眼关爱城头 望山刨死马 瞧着不远 其实还有挺长一段路程 缓缓说道 师父 过了关口 就是北马了 萧枪剑术虽超权而伶俐 待人接物 却是鱼龙帮上下公认的和善 脾气也好 再者 身边女子是他关门弟子 脸上露出一抹会心笑意 以浓烈的龙溪墙说道 为师这辈子也才去过一趟北马 想起来也没啥可称道的经历 倒是公孙杨那只老闷糊落 名声其实都是在那边闯荡出来的 即为内秀的女子 显然便是刘老帮主孙女刘妮荣 压抑道 公孙客卿不是就稀署人吗 萧枪摸了摸见鞘 轻声唏嘘道 谁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 闷糊落不愿说罢了 刘妮荣转头瞥了一眼马车 在帮里边一直身居捡出的公孙杨 就独坐在车上 重新转头后放低声音问道 师父 你说这一车货物本钱是多少 萧枪笑道 就货物本身来说 便是在付的流油的江南道上 也不便宜 大概得有六七千两才拿得下来 加上这北梁到江南一去一来 与各路牛鬼蛇神的过境打点 没有一万两银子是不可能的 可要是到了北莽留下城 就能卖出三万五千两白银 回到那位官家子弟手里 扣除林林总总的开销 挣个一万六七是逃不掉的 这银子就跟滚雪球一般 总是越滚越大 只要有本钱有门路有背景 还怕缺银子 这些将门后代世家子弟 父辈们忙着收刮明知明高 他们也没闲着平心而论 这些个公子哥倒也不都是蠢材 说到拢人脉 为师这些只知道打打杀杀的莽夫 十个都不顶人家一个 刘霓荣叹息道 鱼龙帮错过最好的机会 若是二十年前就能狠下心钻影 今天兴许就是灵州最大的帮派了 萧江一脸无奈道 所以霓荣你别怪老帮主 他千辛万苦 把你介绍给玉良豪族旅士的公子 并非只是贪图对方家事 好搀扶一把鱼龙帮 老帮主就你这么一个孙女 怎么舍得把你往火坑里推 为师亲眼见过那名吕氏年轻人 就是傲气了一些品性不差 毕竟已经考取功名 莫说是我们鱼龙帮 便是北梁第一大门派龙门派的闺女 人家也未必瞧得上眼 为师这话虽然说得难听 却也是实话 刘霓荣莫不作声 紧敏其嘴唇 萧江知道这位徒弟的冷清性子 钻了牛角尖以后 石头马都拉不回来 也就不再勉强 说到底 这是刘家的家事私事 他一个即将就要远离武林 享清福去的老家伙 点到极止就算本分 只不过萧江心知肚明 以后日子是否舒坦安稳 还得与鱼龙帮势力大小 直接挂钩 自然有一份希望刘霓荣 能够嫁一个好人家的私心 玉良吕氏早二十年 还只是个寒族 富裕归富裕 但别说高门士族便是小士族都要低看 可抓住机会交好与北梁军一位实权人物 得以崛起于春秋硝烟中 北梁军这棵参天大树 盘根交错 吕氏也算小有名气 当然 比起最拔尖的那十来个家族 仍是天壤之别 可那些宣赫权贵不可言的高门子弟 又岂是刘霓荣一名江湖女子 能够高攀的 刘霓荣记起什么 长呼出一口气 一脸神望道 师父 听说武当新长教是先人转世 曾其贺下江南 还有李老剑神 在武帝城东海上与王先之打的不分胜负 后来更是在广陵江只凭一剑 便斩杀两千六百骑 再就是桃花剑神邓太阿丹身上龙虎 杀到了天师府才罢休 直到被小吕祖祺仙侠 与一名天师府后人阻拦才反身下山 这些是真的吗 肖强听到这个 也是一脸崇敬 笑道 这些神仙人物 为师这辈子都没见到一个 哪里知道真假 飞剑一说 为师虽已席剑三十载 连遇见的毛皮都不曾抓到 就更是云里雾里了 不过为师宁愿相信 两位剑神都是可以遇见千里取手级的陆地神仙 好歹给咱们这些同样提见的鲁顿后背 一个美好的念想 就像咱们吃不起那北梁王府里的山珍海味 可光是想一想 总也是能舍下生金的吗 肖强哈哈大笑 刘霓荣眼神异议 刘霓荣眼角余光 瞥见身侧一名年轻男子 他下意识皱了皱眉头 这名身穿只能算是捷径的年轻人 腰拳古朴单刀 刘霓荣只知道是那名将门世子派遣而来 也没有表明详细身份 负责监督货物运送 大概职责便是丁梢 生怕鱼龙帮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土鳖 剑才起义 偷偷摸摸从成堆户里顺手牵羊 走些不起眼 却价格不菲的小物件 这如何能让心高气傲的刘霓荣 瞧他顺眼 那名玄刀年轻男子 相貌与气态俱势不俗 鱼龙帮几十号矫健成员 倒也没眼捉到 以为他只是从四品将军府上的杂役 终归是能够与鱼龙帮 随行到北莽的角色 这一路便有许多猜测 有说是森严将军府上 某位管事的儿子沾了光 有说是将军的远方亲戚 收到栽培 这趟是历练来了 但更多人都恶狠狠心想 这只皮囊好到让人极度的绣花枕头 是那将军公子的相好 嘿 大富大贵门地里的事情 谁说得准 肮脏污秽的密室丑闻 还少了去 刘霓荣心思清澈 当然不清楚 为何帮里人看年轻男子的眼神 为何那般玩味 反正这一旬时日 大抵相安无事 既然那人不惹是生非 他当然就不去找他的晦气 私下曾问过师父肖枪 这名陌生男子身手如何 肖枪只说是看不出 他也就释然 多半是拿那柄单刀做装饰品的无聊人物 反正豪门大族里出来的高粱子弟都好这一口 明明比被酒色掏空了身子 比书生还手无腹肌之力 却喜好配刀带剑 实在是恶俗至极 单刀男子那一棋 与鱼龙帮始终拉开一段明显距离 看到刘霓荣投来的窥视视线 他抱以微微一笑 刘霓荣冷着脸转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